好,那刚刚我们的范例可以切Activity 从Activity1切到Activity2 那方法就是设一个按钮 按下去的时候就建立一个intern 然后呢,把class设好 就从Activity1的这一个类别 然后切到Activity2的类别 而且其实这个用class的原因是它可能是新建 用新建的话 那它切过去的时候就要create一个新的Activity 然后按start的Activity之后 它就会启动那个Activity 这样子它就切过去了 切过去的状况就像这样 OK,切去Activity2 按返回键又回到Activity1 再切过去再返回 所以这个可以反复做 那问题是 我们接下来示范的是说 我现在已经可以切Activity了 可是Activity跟Activity之间是有关联的 它不是没关联的 在这个架构底下 我Activity 第一个,切到第二个Activity的时候 我用intern 但是我可以带一些资料过去 就好像呼叫副程式的时候 我可以传参数一样 那问题是这不是副程式 这是Activity之间的切换 那你要传参数呢 你还是必须要透过intern去传参数 那intern里面有一个叫做bundle 就是说Android里面有一个叫bundle的物件 bundle这个物件呢 就是用来传资讯的那个类似信的东西 那它里面可以放一堆的变数 但是这些变数你要自己一个一个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 呼叫intern的把它塞到intern里面一起传过去 也就是说intern上面可以挂一个bundle 那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加一点资讯进去 那我这边来建立一个bundle 好 我这样子建立一个bundle了 那显然bundle已经在了 所以ok 那再来 我put put一个string 然后呢 这个string叫做message message 那它的值呢 就是一个字串 字串 我要传什么进去呢 传 传 诶 突然不知道要传什么 好 可以传中文啦 可以传中文啦 Hello world 怪怪的 好 那我传 传 呃 好 那 传我是约翰过去 他其实还可以传一些别的东西哦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要传的是 是 数值的话 那你也可以传double进去 那这个double就是随便哦 I'm John 然后 这个不要叫message 叫H 好了 约翰的年龄是几岁呢 好 就是 诶 那这样不应该用double 应该用int 好 既然是年龄 年龄是 是 25岁 好 35 好 35 就35 就35吧 那put int 35 好 就这样 我把两个讯息传过去 好 那这样子还没完哦 还没完 因为你要把这个bundle呢 给挂到英藤上面 所以 我要i.put 好 请注意我现在点下去有提示出来 这才是对的 你每次如果 进这个教室 然后你发现你点下去没有东西出来 就请你记得赶快换空间 好 那put extra put extra 这个bundle put extra bundle 就 诶 这里 不是这个 来看一下 put extra 里面 有这个 这个才是 我们要用的那一个 put extra 因为它有很多函数 同样的性质的也有很多函数 那我现在要带两个资讯 过去用这个标准的做法 put extra bundle 那put进去之后呢 一样start的时候 这时候它的intern 就会帮你把讯息带过去 带过去的时候呢 这边 你就可以接下来 啊 但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那这里就有个问题 我接下来总要显示在某个地方吧 那 那 那 接下来显示在某个地方 我看 layout 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显示 Activity tool 我把它改掉 好不好 那 所以当我 这里 我就要用那个 像这个 这个 这个 Find a view by id 好 Find a view by id 那 现在不是button 是 testview 是testview 是testview t1 那就这边testview 然后 它的内容是什么 r.id. 这里没有名字 所以得加个名字 不然取不到 id 等于 加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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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然后呢 给个名字 那这个就叫做 随便 就testview1 好 就这样 好 当我这样加的时候呢 你可以检查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有真的产生出来 那一个 有啊 testview1 有啊 好 所以 这里 我写 testview1 就可以取得 应该可以取得 但是 这里还有个 叉叉 你看一下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import 那个 testview 这一个 物件 先把import进来 import进来 import进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呼叫t1.settest 然后把那个资讯射进去 但是我要射什么呢 我就射它传来的讯息就好 本来我们是叫activity 那个显示讯息是activity2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呢 就变成这样 t2 加上我想要显示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要先取得吧 我要先取得我才有办法显示 那所以我先取得 怎么取得呢 一样宣告一个bundle 这名字随便 没关系 然后等于list. 等一下 他是在uncreate 没错 list.get intern.get extras extras就在的讯息 这取得那个bundle bundle 有没有 bundle bundle 那取得bundle完之后呢 bundle里面有一些资料 要再把它取出来 那刚刚有一个message等于bundle.get string 把那个message这个物件再取回来 这个栏位 那接下来呢 把int 刚刚是int吧 美讯告错 是int嘛 确定没错 有35 int int h 等于 .get int 那名字 那名字就叫age 对不对 那我就 activity2 然后这时候呢 我加上 等于 然后 age 等于 好 这样子 我把它set test 成这样子 那这样我 我带过去的讯息 应该会在这里 变成 activity2 message等于 i am john age 等于 35 对不对 应该预期要显示这个东西嘛 那这里有一些惊叹号 代表说 哎 那个东西你没有用到 他没有用到的话 就可以不用宣告 这个可以砍掉 没有用到就可以砍掉 好 这样就没有惊叹号了 看起来比较干净 好 那我们就可以再来执行一次 先把虚拟器看一下 OK 那我重新run一次 这样子虚拟器上面应该会出现新的画面 对不对 好 一样 但是 有一点不一样 是 传过去的时候 他把message等于 i am john age等于35 就是把这两个栏位 其实他传过去了 因为这两个栏位并不存在这个 activity2的程式里面 你在这边没有看到im john 也没有看到35 他是抓过来 从哪里抓过来 从传过来的这个人 的这边的资讯抓过来 这样 OK了解吗 Android 你在activity之间要传资料 必须要透过这种方式才可以传 有点麻烦 对不对 会觉得很如梭 但是没办法 他的规格就是这样 他的设计就是这样 为什么不用一个副程式就可以传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样设计啊 他就这样设计我也没办法 所以请记得要传资料的时候 用bundle 把它挂到intern上面 再传出去就好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应该算是 只讲了一个程式的第二段 只讲了一个程式 但是第二段 挂讯息进去的部分 那各位回去 这个变成各位的家庭作业 你要把这个做出来 家庭作业要做这个 然后交到我们社团上去 OK吗